来报告 刚刚这个男弟兄 对于工程的专业 的确给我们提出很多的宝贵的意见 真的是非常感恩他的专业 多次的给我们见人 那其实在这块土地 我相信大家的确不喜欢国有陆美 我想这是一个共识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水土生态的 那么这样的环境 来给我们这个大户跟内户的居民 那么相对的还有一位女士小姐 提到有关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做慈善不可 那我们必须强调说 这个地方不是为了一个国际志工中心 来做国际志工中心 实际所有的这种园区 它是以在地化为原则 就希望我们能够激发在地的爱心 在在地当中能够帮助在地人 所以他不是说 因为国际志工没得去了 只能选这里 不是 国际志工在这里有个姻缘 他不必然在这里 他这一个姻缘在因为这里 台北市 还是一个大家不寄信要来 那么比较便利的地方 我想前阵子有一位女士知道说 那你两百多团会不会多 两百多团大概每天就两个游览车 其他对流量不会那么多 但是它却有很好的国际性的意义 那我也必须承认说 台北的志工的素质还是很高 过去在花莲盖医院 半九十个是台北跟西部 台北的志工数 占台湾整个志工数的一半 如果我们培训两个志工 中南就是大概一半 那么台北市一定是一半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台北的志工的量跟值 还是很好 所以这里如果有个志工中心 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比较符合在地的 这种人文的特质 那更重要的一点 其实不是以这个为主 而是能够在地的 做一个爱心的服务 比如说亲安居 很多老人在家里待着 没事做 那么亲安居是你白天来 子女上班 你晚上回家 继续跟家人在一起 慈祭不盖养老院 孝顺呢 是应该要自己做 就像说行善行善混乱等 像我没有福报 我五十一岁 我的妈妈八十五年 我孕妇女都年纪八十 现在都到花莲跟我住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认为孝顺是个福报 哪怕照顾三个老人家 两个还有失智的一个情况 是不容易 但亲安居住 能够让在地的这些老人家 有地方去 还有长青学 他可以学习课程 也有大爱亲子班 家人可以带孩子一起来做学习 所以他是能够激发 在地的爱心 或者内湖在公立的表现 非常接触 我们希望说爱心能够更多一点 在地能够为 在地的这个家人来服务 那辞济很愿意把这个比方 像刚刚孙建树所讲的 我们是不是六十五百 虽然没有捐给政府 我想辞济的捐款爱心 当中捐钱给辞济 不希望辞济把钱捐给政府 我想这是违反辞济 捐款者基本的想法 刚刚汉胜兄讲的很对 如果某某政府很好了 还需要他吗 那如果政府的社会福利 各方做得很好了 辞济也不会成为台湾最大的NGOG 所以爱心能够把钱捐给辞济 很多都是做一个 这个魔手体的工作 包括可能是开机前车的 卖菜的 做小生意的 很多人捐款给辞济 自己都没有房子住 我们在很多地方 带大家一说 捐款者自己都没有房子住 捐款者很珍惜这个善款 所以我们也不好 在一个很好的住宅区域 全部盖一个很优美的玉地公园 让这个豪宅的地方变得更好 我想这个呢 对于我们捐款者来说 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 他们的意向跟态度 但是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水保隆环境 做到我们认为最大的极致 给它慈善本质必须兼顾到 因为捐款者捐给慈济 是希望他能够去激发爱情 能够帮助弱势 所以弱势经济 公益经济 他就是经济重要的一环 没有这一环 大家就互相竞争 充满了这种类似 剥削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定位是 他需要激发再利害心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说他希望能够 在慈善的本质上 你捐款给自己是为了能够在慈善本质上能够顾到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希望能够把最大可能性做到这个水土跟保持 我们不好跟一个卖菜的职工捐款给自己说 你的这么辛苦的钱 我是给一个最好的区域 再给他一个最好的水保公园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于爱心捐款大众说不定都很难交代 这些百万的捐款大众 他们的心 他们爱心的这样固执 是我们很重要的使用 那我的意见 那各位不见得一定能认同 我们希望寻出机会 继续私下也行 公开也行 我们再进行交流 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